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轮冲突已经超过了半年 乙军近期动作频频 准备正式要进攻南部城市拉法 当地媒体报道 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对进攻拉法亮了绿灯 如今只差最终的一道出兵令 外界就担心一旦乙军进攻拉法 将会造成严重伤亡 根据路透社公布的画面显示 大量的乙军坦克在以色列南部 靠近加沙边境的营地沿阵以带 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指 乙军已经做好准备 一旦接到命令就会立即行动 也有消息指 以色列很快将会从拉法撤离平民 接着就会展开地面进攻 根据统计 乙军入侵加沙以来 已经有超过150万人 从加沙北部逃往南部的拉法式避难 国际社会包括以色列的盟友都警告 进攻拉法将会造成重大的死伤 根据报道 埃及代表团星期五将会抵达以色列 再次努力促成双方停火 洪水伤 致下均 在湿尾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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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几乎 相簇 easily